弹仔派对被官方嘎了的三个弹子 伙伴们,伙伴们,那三个弹子太可怜了 就藏在弹仔岛中,他们三个都被官方给嘎了 小伙伴们,今天我发现了三个弹子 他们被官方给嘎掉了啊 他们三个真的是太可怜了 很多人都还不知道是谁 我来告诉大家,那三个被官方给嘎了的弹子在哪里啊 第一个,伙伴们,潮流弹 大家都知道吧,潮流弹的员工就是这个戴着帽子的人 他守在电脑旁边,我们正常是进不去的啊 老官方怕我们发现这个秘密,怎么着都进不去 可是啊,刚好游戏中有一个相机功能 伙伴们,我们利用相机功能可以发现 这个弹并不是一个真正的弹,它是飘在空中的人啊 伙伴们,你们看,它是一个假弹,被官方给嘎了的弹 伙伴们,它是一个没有生命的弹,它是第一个被嘎了的人 第二个被嘎了的是,小伙伴们,众所周知 在弹宰派对的高空中有一只兔子 而在弹宰岛中有一个非常非常高的建筑 就是这个黄弹啊,伙伴们,它是第二个被嘎了的弹 大家看,它被官方嘎了之后,做成了类似于气球的装饰品 你们看,你们看,也是飘在空中的弹啊 伙伴们,伙伴们,它是第二个被嘎了的弹 弹宰派对中第三个被嘎了的弹 在现在的弹宰岛有一个商城 而商城中有一个弹 伙伴们,它看起来特别难过呀 伙伴们,它被做成了标本,一动不动 给放在了商店里,它是第三个被官方给嘎了的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